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歡迎收看行傳錦然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去到西九龍 現在的西九都不同了 它已經成為了香港藝術文化的地標 也將藝術文化帶入市民生活的一部份 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 就是西九文化管理局主席唐英年 來到這裡和我們一起聊聊天 Harry 你好 Scarlyn 你好 阿春 你好 當時你曾經和政府管過錢 又做過政務 現在做藝術文化 老實實 你的藝術細胞是否增加了很多 我的藝術細胞我相信不會增加 不過一直是對藝術的學習 深厚了 深厚了 認識多很多 因為是好的 因為我自己很相信活到老 學到老 無論是你到人生什麼階段都好 你可以不斷地學習 其實是好事 現在西九的面目已經改變了 那幾個館都上了碼 例如氣谷中心 M Plus 故宮 你自己的評估 這個藝術文化中心 和你們預計 普及度 受歡迎的程度 你覺得他們不是預期 或者你覺得他們是否成功 這個整個西港文化區的計劃 是我由2008年開始 當時做政務司司長 也是西港文化管理局第一任的主席 我本身的構思已經是我想打造一個最有活力的文化藝術區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香港這個經濟社會民生的階段 我們已經是從一個小漁村去到做貿易、做行運 接著開始一路做金融、專業服務 但下一個階段是什麼 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未必想做律師、會計師 他未必想做銀行 他可能很喜歡藝術、文化藝術的東西 但過往父母不鼓勵小孩去讀文化藝術 有很多考慮 賺不到錢 因為賺不到食 即是他說 你將來怎樣賺吃 這是一個很實在的考慮 我是完全理解的 所以文化藝術除了做畫家、表演者 很多很多專業、貿易、物流、技術、拆展 很多這類的工作是和文化藝術完全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當時就說 我要做一個文化藝術 作為香港一個新的台階、一個新的行業 同時亦都可以讓我們香港人有一個好去傳 西國文化區我們將會是全個都是暴行區 這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從第一天開始的設計 已經是一個暴行區 很多空間 很多空間 所以我們第一個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開的是藝術公園 很多人去 現在周末你去一下 現在有些人山人海 然後就是戲曲中心 因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然後就是M街一個當代藝術館 然後就是故宮 然後當中我們都開了一個自由空間 給年輕人 無論舞蹈、戲劇、畫劇 都可以各式各樣的表演空間 然後還有一個多功能 其實主要是舞蹈和舞台劇的一個中心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音樂中心 現在正在設計 所以在多方面來說 你說是否比我們原先的估計 好了還是差了 人流差了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了內地的遊客 所以人流是差了 那個地標 直接在高鐵站一出來 不用過馬路 很方便 在地下通道走出來便是戲曲中心 然後再走多一百米便可以去到M街 然後再走多一百米便可以去到故宮 即是你根本一路是全海景 一個無遮無掩的海景 所以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不過因為我們沒有內地遊客 所以人流是少了 但是少得來 我們在過去M街開了一年 裡面有三個月我們閉了館 因為新冠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閉了館 我們已經超過了二百萬的房客 其實Henry這個數字也不錯 不不錯 即是說 再加上我們故宮7月2日開的 到今天四個月左右 四個半月 我們已經有超過五十萬遊客 即是說很明顯 香港的市民 是很想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當然他們也是沒有地方去 所以困在香港的時候 也好 沒問題的 因為他們看了之後 他們覺得挺好 希望他們可以再回來再回來 將西九文化區 變成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也就像剛才Scarlett所說 這一個是令到我們新一代的香港人 他們感覺到西九文化區是我的地方 我是對於這一個文化區 我是有一種Pride 即是我覺得是在全世界 我可以出來講我們文化藝術 我們有什麼有什麼有什麼 也融入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都是很重要的 今時今日 有不少人 我看到在M街也好 故宮也好 他們帶了一些小朋友 看故宮 他們就明白花瓶多漂亮 起碼他懂得看 看當代藝術 有時候看著他是什麼 很抽象 要有想像力 我可以理解 他八歲未必懂得看 但不要緊 你說將他接觸一下 接觸一下 接觸一下 認識一下 生活的一部分 也都去西九 就好像是等於一個 我的兒子帶著我的孫子 那樣 星期日可以出去那裡 踩單車 走走走 很舒服 喝杯飲料 Harian 你將西九 作為亞洲藝術文化交流中心 以它為一個目標 究竟是我們的條件太好 還是區內沒有其他競爭動手 會不會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條件是 新加坡、日本、南韓 可能未必有我們的條件 所以我們才能頂足而立 Scarlett 我們不是第一個想做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其實在過去亞洲 東京第一個 東京一直都想做文化藝術中心 但東京一直都做不成功 做不到國際 日本他做得很好 但他做不到國際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人 不是那麼多元容納別人的地方 所以他有很多事情 仍然是日文 只好說日文 很多人不懂得說英文 亦都是令到他們 無論是海關 很多問題 他們是沒有解決的 所以東京已經肥腦了 第二個試的就是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都看得到 未來新一代的人士 是會對文化藝術 是很有響往做這個行業的 所以新加坡都在 二十多年前 都想打造一個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但亦都不可以 因為它的市場太小 接著就上海 上海也都是 暫時沒有這個條件 是很想做一個文化藝術的 大型文化藝術中心 到目前他們不成功 因為上海沒有這個條件 它沒有這個客觀條件 它的人民幣不是一個 自由流通兌換的貨幣 再加上它的海關問題 亦都相當之嚴苛 所以上海也暫時沒有這個條件 所以造就了我們有這個條件 我們的海關 對於藝術品 除了你是受管制之外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藝術品基本上全部開放 我們亦都不會抽你關稅 你賺了錢 你在這裡交稅 但是如果你是 加上海關稅制 法律制度很健全 所以我們硬件 一向都有這個條件 但是以往是沒有什麼軟件 就是說我們文化藝術的設施 是很有限的 人才都不是太多 因為很多爸爸媽媽 不是很想孩子女女去讀藝術 是 所以過往 我們一向都沒有這個條件去做 但是現在我們有 不僅我們建立了一些硬件的設施 我們更加是越來越多年青人 是有興趣這行 讀醫一行的 有很多在香港本地 或者在外國去讀完大學 讀藝術或者讀藝術史 然後從事這個學業 不同的工種 所以我們都是有優勢的 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有絕對的優勢 所以今次國家的十四五規劃裡面 它是訂定了香港一個新的任命 是 它的任務就是給我們做一個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一句說是十粒字而已 但是這十粒字裡面 它是包涵了 它全個國家所有城市 它沒有寫這十粒字下去的 只是香港有 所以 即是給了我們這個平台 你去發展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令到我們的空間大了很多 所以這些就是 東京也沒有 新加坡也沒有 上海也沒有 只有我們有 如果蠟燭亞洲 那是不是意味著 未來的展品 其實都會以亞洲文化為主 我們故宮不只是故宮的東西 我們現在在八號館裏 製造一個列茲斯頓 列茲斯頓 列茲斯頓 它是一個很小的歐洲國家 但是它的元首也是那邊的家族 在一五多年已經開始製造藝術品 所以現在它的藝術品的收藏 是全世界最大 也有很多歐洲名家的 例如Rubens、Van Dyker 這些歐洲名家的藏品 所以這次它借了一百多件 給我們去做展覽 很值得看 立足亞洲也不等於我們的焦點 只擺在亞洲的展品 這就是中外的結晶 中外文化 我們是做一個交流中心 我們不是原始 只有原始的亞洲文化 我們是有交流中心 但Henry的藝術品的價值 很多時候就在拍賣場上 反映出來 但跟西九這個藝術交流中心 又未必真的掛勾 因為藝術品它的價值 跟我們的展覽 中間有沒有任何的聯繫呢 或者這樣說 如果我們要把普及化 我們不可以收到很貴的入場 各樣東西 我們財政上是否仍然需要 譬如有政府支持 有各方面的支持 才可以維持到 政府當然已經有支持我們 是的 它那幅地不收我的錢 也給了二把數六億給我們 作為起步的資本 當然二把數六億是不夠錢 建了這麼多東西 不過這個不要緊 我們說 我一向都說 這幅地是地王 是的 我們怎樣 將這幅地王 我不是只要賺錢 我要將這幅地 令到香港人覺得 地不只是用來炒 不只是用來建一些很貴的東西 我們可以建一些 給香港市民很認識 也都生活一部份的地方 一個好的去住 所以這幅地 我們當然要建很多文化日説設施 那些我們基本上 全部都要中央補貼的 這個補貼就是 在我們管理局的那筆錢裏補貼他們 政府沒有再給錢給我們的 第二度 就是我們要令到 我們有一些商業的設施 無論是寫字樓 或者是餐飲設施 是可以賺到一些錢 令到我們有這個資源 去補貼文化藝術設施 當然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的建築費 這十年一直一直升起 都不是便宜 是的 起得很交關 我們亦都遇到一定的建築上的困難 就好像M加 爛了尾 爛尾 爛尾 所以是有一定的困難 但是我們都一一克服了我們的困難 所以現在可以成功開到館 亦都是受市民的歡迎 Herry 目前的財政狀況 是否都可以 我們財政狀況一點都不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建出來的 全部都是要補貼的項目 氣曲、自由空間、M加和故宮 都是要我們中央管理局貼錢給它 亦都跟全世界一樣 全世界所有的文化藥術設施 基本上沒有人可以自負營歸 所有都要一個補貼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建築的過程當中 我們建築了文化藥術設施 當然市民是會歡迎 但是我們財政上 亦都變成了不是兩條腿走路 即不是一個要補貼 一個懂得賺錢 可以賺了錢補貼、賺了錢補貼 而是我們單腳走 咦?長貧難顧 那怎麼辦呢? 長遠來怎麼看呢? 我自己親自每一年都要去一次立法會 去交代一下 回報一下整個文化區的發展如何 我也說 今天香港社會的經濟上 很多市民都已經是日子非常難過 水深火熱之中 我認為我們做文化藝術 不應該和民生項目的支出 去政府欠資源 因為我們欠資源 你給了錢給我 在某些地方便會少了 因為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 是 我說我有一個很寶貴的資源 就是我的地 我怎樣利用我的地 我去賺多一點錢 來做文化藝術的補貼 你等我去想辦法 不過你要給我一些空間 即是改變土地用途 不要那麼緊 有個彈性 是否大一點就可能好一點 Scarlett 這就是你們行生大學 你們的學生 一定有很多專家 其實有很多人說 戲曲中心的長租較為貴 你知道現在有很多藝術團體要演出 這個小的粵劇團 可能寧可去高山劇場 會否在這個時候想想 有一些調整 給他們一些機會 可以在地標演出 有很多人說貴 亦有人說我們太便宜 是嗎 有人說太便宜 有人說我們太便宜 我們其實一個收費是三級制 如果你是做中國戲劇 無論你是做粵劇也好 昆劇也好 穿劇也好 或者是上海粵劇也好 收費是最便宜的 我們叫做一級收費 如果你是一個藝術團體 但不是戲曲的 例如音樂、畫劇 我們就是二級收費 是一個加一倍的 比起一級收費 收費就加一倍 然後如果你是一個商業機構 譬如我是一個會計師行 我做一個大型的座談會 我來借我戲曲中心 然後我們的收費是第三級 就是二級的再加一倍 所以 怎麼有人租 對呀 很貴 那個是少的 那個真的沒有人租 但譬如我們本來是三萬元租 一千個座位 如果你是一個做音樂的 我們就會收六萬 如果你再不是的話 我們會收十二萬 譬如這樣 這樣算 我打算我本來收二萬多 或者三萬元一千個座位 三萬元一個座位 你也做不到 我又不覺得是很貴 因為三十元一個座位 但如果你說是 為什麼有人會批評我們 現在有些人批評我們太便宜 因為其實香港很多人 喜歡唱大戲 他們自己會組一些小藝團 來玩 自己玩唱唱戲 他們也可以來租我的戲曲中心 就是用一級收費 這個一級收費 所以反而多了這樣的人來租 這些小團體來租 我不是說這些小團體不好 這是他們的興趣 我亦都很欣賞他們 有這一門興趣 亦都會來租這個大台 因為我們的音響 他喜歡自己玩 他自己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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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包上了票 他包上了票 他加起來 他一個消費 幾萬元 幾萬元可能幾十個人分 一場 幾十萬元一場 幾萬元一場 你幾十個人分 當你一百個人分 每人幾千元 每人幾千元 幾千元 他可以去一個 國際級大舞台玩 我們的音響 設施 一定比任何一個劇場 我這樣 原來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現在 有些人說 我訂不到場 就是因為 你有很多這些小藝團 訂了 哦 突然想起 西島有一個功能 就是講好香港故事 怎樣講好香港故事 講好香港故事 講好香港故事 鄧小平當時是說得對的 他鼓勵我們 當時內地中國人 來香港 走一走 看一看 因為 你可以聽很多人說話 讀很多文獻 但你來走一走 看一看 遠遠比你看電視的 是認識得更多的 嗯 所以 我覺得 我們首先要鼓勵多些人 可以回來香港 嗯 所以最近 政府在對外的 對外的訪問 或者參加大型會議 國際級的大型會議 也都我們舉辦了 金融峰會 也都舉辦了一系列的 譬如七攬 然後又 有法律的會議 這些我們都吸引到 很多外地來的訪客 來到香港 很多人很開心 給你一個正面的形象 外面的人 對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是 第一件事 吸引多些人回來香港 多走走 多看看 嗯 第二就是 我們香港的優勢 第一個優勢就是我們香港人 香港人其實是 很有活力 亦都很進取 很懂得做生意 亦都很懂得 怎樣說好香港故事 每個人說回自己的故事 已經很好 第一個優勢是我們香港人 第二就是 我們整個社會的氣氛 現在人家說 我們已經新冠了三年 大家都很累 可以理解 但是呢 我也都明白到 我們香港不可以說 隨便給疫情 香港人 完全是虛弱 因為這樣 一來我們對整個公共醫療系統 他會想的 是 二來 人命的傷亡 現在已經超過一萬人 已經過世了 如果你說人命的傷亡 太多的時候 就會令到市民 對政府很有反感 Henry 剛剛說說好香港故事 因為我們正在計劃 一個藝術文化的傳播 一個這樣的課程 就是藝術文化傳播 即是怎樣去說好 我們藝術文化故事 而你剛才說 年輕人入行 不只是做畫家 不只是做雕塑家 可能很多工種 都可能是對的 你覺得我們這個藝術文化 傳播這種課程 對發展 你覺得 那是否大家可以接到鬼 我當然可以接到 阿春 我不要說做畫家 或者做雕塑家 我估計今天 認識一個樂器 尤其是你們學生 那個年代的人 幾乎每個都會認識某些樂器 學彈琴 差不多好像打字一樣 基本功夫 拉小提琴很多 也有很多人玩不同的樂器 但是你要讓人明白到 你不需要做一個 concert pianist 去一個舞台上表演彈鋼琴 你才可以出色 有作曲家 有編劇 有拆展 編導的人士 全部都是很有內涵 增值很大 達文化藝術 不過不是坐在台前 台節目表演 宣傳傳播的人 可以發揮到功能 當然是 因為 無論他的功架多厲害 沒有宣傳 沒有人知道他那麼厲害 你只彈給父母聽 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我們開這個 藝術和文化交流 Herry一定要多支持我們 一定 一定 藝術這件事 我經常覺得很主觀 而且有時很爭議性 雖然香港是一個比較開放的社會 但是西九文化局 如何應對一些藝術品 例如藝術水平高低 誰去頂 或者遇到有爭議性 又如何處理 這個很簡單 情人眼淚出西絲 這句話你一定明白 我明白 所以 所以每一件藝術品 每一出音樂 每一場戲 你可以很喜愛 亦可以很憎恨 但你不要當它是一件傢俬 看完之後你忘記了 這就是藝術了 一個好的藝術 不是普通的一張茶几 我走出去 我不會記得這張茶几 是甚麼樣子 但我會記得阿春 我會記得Scarland 這些都是 即是說 每一個人 他要觸動到 刺激到你的神經 令到你喜歡和有印象 所以你不會擔心爭議 會不會令社會有很多聲音 太擔心 我在M家開館的時候 我講過多次 我亦會不停再講 就是我們文化藝術一定要守法 第二我們用一個客觀持平的態度去處理文化藝術 但亦都需要有創作的空間 讓藝術界去表達發揮他們的創意 這樣才是一個成功的文化藝術中心 如果不是 為何我們西國文化區 所以主席是可以官式做 即是我做政府的時候 我離開了政府 非官也可以做 就是因為文化藝術 盡量不要有政府色彩 盡量脫離了政府的色彩 這樣你發揮的空間更大 別人亦都不會帶著一個有色眼鏡來看你 我覺得這些是重要的 你覺得現在西國文化 目前最大的困難和挑戰是什麼 最大的困難當然是財政 除了財政 會不會比如說宣傳 或者旅客都可能是 高質的旅客 或者搜羅展品 旅客我們就管不了 因為旅客來不來香港 就要視乎我們香港的防疫條件 他們認為我來香港旅遊 是否符合 我會不會開心 所以我們目前是控制不到的 當然如果政府問我們意見 我們一定會把我們的意見 很如實地表達 第二件事 我自己覺得 我們亦都有這個責任 如何進一步打造西港文化區 作為一個世界最有活力的文化區 因為我們這些東西聚 世界上 倫敦紐約的文化區 不是說任何東西都聚在 這麼近的範圍 我們很多東西都聚在一個範圍 當然我們還有香港博物館 我們有其他的藝術館 有大館 有各式各樣的 但是這麼聚的 其實我們是全世界只有我們一個 所以我自己認為先做好自己 將我們自己不斷地做得越做越好 然後才我們可以有條件 走出國外 成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Herry來到這裡 有沒有什麼金句和年青人 跟我們分享一下 金句我不敢說 我很多金句都被人有負面影響 負面 標籤的了 不過我只是會這樣說 我們鼓勵我們年青人 他們要有一個思想上要開放 包容 令到我們這個香港多元化的社會 可以添加文化藝術這個色彩 不僅僅在經濟、社會、民生上 更加會令我們生活上更多之多才 多謝Henry 今天很多謝Henry 和我們分享了很多關於西九文化區內容 各位朋友 如果有時間 不妨聽Henry說一下 西九裡面有很多很珍貴的展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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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is impossible 我真的相信是沒有事情做不到的 當然你可能要找很多新的方法 又可能你要做很多不同的突破 你才能做到一件事 但是只要你相信你要走到那個目標 你其實一定走得到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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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 對 對 是 對 你